其實文明哥你感情生活還蠻 以前蠻傳奇精彩的 對 因為年紀夠大 所以經歷夠多 真的嗎 經歷了哪一些 你之前其實有一段婚姻對不對 對 我之前有個婚姻 而且非常有情有異 我聽說你之前你的前妻 最後她那個階段是得到癌症 你還飛過去照顧她 陪她走最後一段落 對 主要就是 你結婚的當下 你是有承諾的嘛 對 你知道嗎 結婚的時候是有承諾 你會照顧人家一輩子 然後主要就是離婚 她那時候會有對象嗎 她一直都有一個對象 然後住在一起 就是兩人同居十幾年 但最後她剩下兩年好活的時候 最後一年那個男的跟她分手 你知道嗎 所以之前我都沒有管她 因為之前你都跟別人同居 你有別的生活不關我的事了嘛 可是她生命剩下最後一年了 那就是我們可以履行 我們原來的承諾的時候 你履行對你前妻的承諾 對啊對啊 你當初有承諾過人家 不是唬爛的啊 說了就要算啊 有情有義啊 不是 這應該說了就要算 就跟簽約的意思是一樣 而且如果以簽約來講 你們也是有那個結婚 那個那個叫什麼 對對對之類的啊 好感人喔 現在還有這種男人嗎 沒有其實很多啦 真的啦 我覺得真的嗎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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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們看得陽光一點 台灣還是有希望的好不好 講得好像國家要淪陷的感覺 可是明明你看他這邊陪他十幾年 人最後都離他而去了 對啊 沒有其實我真的覺得有 只是好的這種正向的東西 大家會被忽略 在哪裡 比如說上個月就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男的 他已經帶著他 就是離世的妻子的照片 一個人去環遊世界 可是他們是在一起的啊 你是已經離婚了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人了耶 而且他跟別人在一起十年耶 對可是你當初結婚的時候 你有承諾一下 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可是那是錢啊 那是多久以前的承諾 對啊 就25年前結婚的時候啊 如中做得到嗎 我做不到耶 尤其是 欣賞你誠實啊 對 尤其是我覺得 不是我拋棄他 我們在那一段的婚姻 已經告一段落了 就是我們已經 最多最多就是朋友的關係 不用生死相許了 再加上你後來過得也不錯啊 不用去談未來的 之前多少錢 這不用談 就是你過得也不錯啊 我沒有任何儀器 你或需要履行我之前斷掉的義務啊 為什麼要做 對我來講就是 我是從你很年輕很漂亮的時候 就認識你這個人到現在 那中間有這麼多的事情發生 起碼你是我朋友吧 你還有很多時候照顧我兒子什麼 這些之類的吧 我覺得至少還有這樣請 而且你已經知道他要走了 然後他最後要走 因為有做化療 然後身上又有很大的那個腫瘤 所以是整個背是爛瘡你知道 然後腳是水腫成 比我腦袋還要大 然後嘴裡面也是爛瘡 就是不能吃任何東西 就是流質的 然後還要那個打針什麼 然後每天最多的事情就是喘氣 呼吸 因為呼吸不順暢嘛 你就看到一個人要死 就是哪怕你認識的人 你都會想要去照顧他 你也不會啊 不不不不 所以我想講這一段不是愛情 像家人 對我來說是家人 而且 我覺得最重要是超越了愛情 因為他是孩子的媽對不對 如果他沒有幫他 沒有其實你已經沒有想那麼多 你知道嗎 我連那個腫瘤的原因我都沒有問 已經不重要了 人都要走了 我覺得真的特別在感人 是你們當初分開的原因 聽說是因為他有對象了 他很早就結婚沒多久 結婚沒有多久 他換了工作 就開始認識他後來那個男朋友 對 但你被謀在鼓裡 對 這些事情都是我離婚很多很多年以後 我才知道的事情 偶爾知道的事情 結婚的時候 其實你的太太對你還變得蠻冷淡的 你還記得嗎 沒有他最怪的地方就是 這婚是他要結的 怎麼說呢 因為有一年那個過年 反正我們每天 談戀愛熱烈嘛 每天就接他 然後晚上就送他回家 有天晚上送他回家 他在把那個公寓的 第二道門關上的錢 他就跟我講說 陳小偉 你如果今年再不娶我 我就要嫁給別人 砰 就把門關起來 任性 對 然後你就 女人就應該要任性他說的 對 然後接著你一路騎摩托車 就也不專心了 他就在想說 好吧我也沒有別的女朋友 也沒有想要幹嘛 要結 好吧有點早 馬上就結了嘛 也沒有想要幹嘛嘛 就結了 然後結了也是跟別人 跟多數人一樣 就開始計劃 蜜月去哪裡 他說不要 他說其實台灣很多地方 我都沒有玩過 我想去綠島 我想去澎湖 我想去台東 我說那就在台灣 對呀 然後他規劃 行程怎麼樣 就這樣 對 錄完蜜月 回來的那一刻 開始就變了 為什麼 變怎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蜜月晚回到家大概七八點 然後開門 我就開了門 讓開 讓他先進門 他一進門就開始脫外套 丟包包 拖絲襪 就一路往樓上走 然後他在樓上 樓梯轉角 消失前跟我 這個我就跟他 我沒有看到他 這叫上樓 我就說 那你先把自己整理整理 那等一下你把廚房收一收 我收一下客廳 那我們再看電視 然後再睡覺這樣 他就直接完全沒有理由 我就邊脫邊往樓上走 消失在轉角的時候 也沒看我 就丟了一句話說 我累了 衣服就沿路丟這樣 就沿路丟 好有畫面感喔 對啊 是不是你在旅行中 做錯了什麼 你不知道 他就是不知道啊 這是哪方面做的不好吧 這是哪方面做不好 你們到外面我跟你們說 我沒有感觸到他呢 再出場慢慢聊 大家出來發表自己的概念 不是來質詢某一個人 好不好 可是你一定會有想要問他 對不對 跟他溝通啊 他有告訴你答案嗎 有 就是反正 當然我們不是一次會議 或是一次肯談 就會發生這些 就反正陸陸續續 我知道就是 他想結婚 他逼我結婚 可是呢 他並不喜歡 結婚以後的狀態 他那時候幾歲 並不是不喜歡 跟我在一起的狀態 他只是覺得 單身跟結婚這件事情 他覺得結婚是 他沒有辦法接受 他那個時候25歲 年輕 真的很年輕 可是我那時候才20啊 我21 你21 對啊 所以你還扎硬了 要娶她欸 對啊 而且你那麼成熟 可以包容他這麼多事情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後來覺得人跟人相處是這樣 就是 如果兩個人 一個越任性 一個越包容的話 任性那個到最後就會囂張 為什麼比我 比我 對就會囂張 我沒有任性 所以他最後是你覺得越來越囂張了 寵壞了 不是 就是什麼我都可以接受 因為什麼我都覺得 女人的任性 女人因為任性 所以可愛 所以性感 所以有女人味 可是後來是 我們 我們有小孩以後 他對那個小孩是讓我覺得說 這不是親生的對吧 就是應該是抱來 甚至不是你生的 因為怎麼樣 他是正常上班的人 那我們今天工作 明天可能沒工作嘛 對 所以我是愛兒子 我只要一有空 我爸媽帶嘛 我一有空我就帶回家 我一有空就接回家這樣 然後我只要一接回家 他下班進來 看到我跟我兒子在玩 他就 他的臉色就急臭 而且那個印象會讓我深刻到覺得說 這是抱來的小孩 還是說 還是說我們兩個是鄰居 不小心在你家玩 他就 他不高興什麼 他基本就 你不知道我上班很累 你沒事把他帶回來幹嘛 把他帶回來 小孩本來就在你家 對 而且不應該給爸媽帶 對 所以我有空我就抱回來 對 他就不高興 所以他不想跟小孩玩 壓力是 而且不是一次不高興 就是我永遠帶回家 永遠不高興 那我永遠不管他 因為那是我兒子 好特別喔 因為一般人會因為有小孩 夫妻的關係改善 剛好相反 沒有 他甚至就是 有小孩後來之前 就是我們婚姻到沒多久 他連性生活都不要了 就在 沒事躺在一個床上 睡覺嘛 我哪知道我會幹嘛 你有時候不小心比方說 這樣 他會立刻把你 啪甩開 而且那個 而且那個力量大到我覺得 我現在是強姦 哈哈 這個 還不尋常喔 對啊 就結婚以後 你們都沒有好好的坐下來聊過嗎 沒有沒有 就我後來就講了嘛 就是很後來我知道 喔 他多早就有個男朋友 那個時間點一算 就這樣 喔 那時候外面就有人了 對 就這樣嘛 對啊 你知道夫妻在一起 就是浴室一定共用一個嘛 那夫妻 你沒有會敲門什麼 有的時候我 假設不小心進去 他在換衣服 他是立刻 好像我是色狼 就遮 對然後 你出去 不要開 這樣子真的 這個婚姻維持多久啊 呃 大概 大概五六年吧 哇 從結婚後就變了五年耶 真的好辛苦喔 對啊 對太太這麼好的人 感情人生竟然這麼坎坷